歡迎收看 醫學大禮謀生活大小事 交給醫學大禮謀 咚咚豆的解答 現代人普遍睡眠的狀況 都不是很好 很多都覺得習以為常 對不對 感覺常常失眠 很多人 可是你們知道嗎 其實睡眠不足 不只會讓你精神差 容易累之外 你長期的睡眠不足 還可能會增加你 離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甚至離癌的機率也會大增 是不是很恐怖 好恐怖 還有更恐怖的 如果你睡不好的話 減重就會失敗 真的假的 我是還沒成功到我再努力 我是說你看 失眠就是這麼恐怖 怎麼樣跟 就讓專家來告訴你們 當然今天我們要站隊 也可以帶我們金美獎品 大家加油 首先歡迎豐豐的一隊 別哭我作罪 我們的張文東大師 大家好 謝謝 接下來是ㄎㄧㄤ的一隊 ㄎㄧㄤ的一隊 拜託讓我們對我們的加油 妳好 妳是姐弟組 姐弟組 真的 沒錯 其實今天的組合很奇怪 男的帥 妳的美 但是都怪怪又ㄎㄧㄤ的 沒有 我也 而且這些人一定有失眠的問題 對 好多 男一定有失眠的問題 你們會不會常常失眠 好常動 你們一定被自己搞到失眠 要 我會 我有失眠 我跟你講 我失眠的狀況是 只要我想到悔恨的東西 悔恨 你知道嗎 我想要人家 我欠錢 人家欠我的錢 我到現在才爭不回來 飯難消 我跟你講 你這個 我八天我都不會睡 你知道嗎 那個貨幣很差 一定要回來就對了 你知道我會想說 為什麼當初我要借這條錢 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可憐 他跟我說隔天就還給我 真的假的 對啊 然後現在一年了 一年了 錢還沒來 我跟你講 他那條帳很大 我現在說 我記得還想說要找電子花車 需要家旁邊 電子花車 叫人讓他跑掉 我什麼都想過 我一個人在床上 我這個真的好多天 可是老師說 敢跟你借錢的 應該膽子也很大 也是我這個人很重情重義 因為他過去可能是有 過去有幫助過我什麼 但是我現在給他那條錢 我以為他可能就會還錢 但是我不知道 給我拖到一年 怎麼可以這樣子 人也不見了 多少 很多嗎 講出來你會嚇死 有辦法 真的還假的 他難怪睡不著 有很多 我現在講了 我電子花車他就不會睡了 你真的睡不著 我電子花車想要去租一台 他旁邊繞 TBS 去他家旁邊繞 我今天看著新聞 他們有進電子花車這個 我就想說去租一台 你看 氣到這樣子 你看看 電子花車還要再算花錢 他有錢對比也不簡單 真的好失控 這樣比起來你正常多了 我算好一點 通常你急事失控的那個 是屬於 我的床邊有那個夜壺 Yaya 你真的太扯了吧 我的床邊有三個夜壺 你生物現在有問題 你要去看 沒有 但是我有一個睡前 因為我開冷氣 嘴巴會乾 嘴巴呼吸 我有睡前喝東西的習慣 就惡性循環 也是 第二個更慘的是 我這個頸椎有沒有 睡姿不好 換了八個枕頭 九個枕頭 枕頭很重要 有那種軟的 變成那種記憶型的 才恢復好一點點 更可怕的是我 時常會出國 有時候去美國 歐洲 回來又日夜顛倒 不是欠錢能解決的 是整個靈魂已經失調了 難怪長不高 真的假的 長不高已經是 20年前的事情了 嘉儀呢 就是我的部分 就是我真的很忙 嘉儀 這四個裡頭 你真的更正常的 對 我覺得我最正常的 你知道嗎 你怎麼夠不起腸醉呢 而且我夾在中間 我壓力好大 壓力太大 她都沒有睡好 所以說她常常可以長很高 我白天工作壓力很大 想說錄影偷個弦 你知道嗎 結果壓力更大 然後回到家 還要顧小孩壓力也超大 超大 就完全都睡不開 她昨天聽到我們三個 都不敢來了 又失眠 嚇都嚇死了 三個瘋子 想說什麼樣 在三個瘋子之間講到話 然後睡覺的時候 也一直想怎麼辦 我到底要怎麼跟他們相處 壓力很大 而且其實帶小孩 其實壓力也很大 對 帶小孩壓力很大 她如果沒聲音到 她想說她是不是沒有呼吸 她如果一直在哭的話 你又要抱她一整夜 對 沒錯 綠茶你呢 結果茶喝太多 所以睡不著 沒有 我是興奮 明天是 隔天要約會或什麼之類的 會想說明天要穿什麼 我的頭髮要怎麼弄 怎麼會讓她 就印象我 你也愛上你 會跟隔天說 有新的戲要上了 她就覺得說 會不會見到這部戲或什麼 了解 就會擔心說答案是 會還是不會 你也是很容易擔心的人 會想很多 我們來問問看 我們的專家群 他們有沒有失眠的問題 來 歡迎我們的 急診科醫師張智隆醫師 大家好 美國自然醫學醫師林又榮醫師 大家好 還有營養師夏子文營養師 你們會有失眠的問題嗎 超嚴重的 我以前當急診醫師超嚴重 真的 還假的 對 可是急診醫師 本來就是高壓的工作 因為我們是日夜點倒 妳要上夜班 妳那段時間就是晚上上班 然後白天睡覺 久了 妳就錯亂了 但後來因為我們 到開了一家小分院 在比較病人比較少的地方 是 那我就自告分院 我先調過去 那當然是少 所以晚上你可以睡覺 你直夜半的時候可以睡覺 可是你知道嗎 睡不著 睡不著 因為一直夢到一個帝王 古代的帝王 真的 還假的 叫做 睡都睡不著 因為好 我想說為什麼 亞歷三大 因為那個壓力很大 你如果整晚看病人 然後還好過就是睡在床上 旁邊放一個電話機 隨時會亮起來 你根本不用睡覺了 我可以一起 因為亮起來 那個感覺非常地緊張 其實你隨時都是待戰的狀況 對 可是我想問一下營養師 就是真的睡眠不足 比較容易胖嗎 為什麼會這樣子 真的比較容易胖 尤其是 我看過一些工作很忙 可能都說 我每天只睡三 四個小時 這是真的 因為當我們睡不飽的時候 身體的荷爾蒙會產生一些變化 那會控制體重的一些荷爾蒙 其實有一些像是 或是像很有名的像 甚至有一些叫PYY 是可以幫助我們大腦 有一個保食的訊號 可是如果今天你真的睡不飽的時候 你就容易產生 幫你過往生 你就會促進胃排空 然後就是腸蠕動 腸蠕動會過快一些些 就會想要吃東西 老師 想吃東西像是那種 像可樂果這些東西吃的話 可以學麵吃了會胖 一定會胖 真的假的 可是你嘴巴很殘 只是吃一包的話也會胖嗎 你是不是很晚睡 你大概都幾乎沒睡 你大概都幾乎 配酒對不對 沒有配酒 你信義去不是很常去 不好意思 對了 像這樣的東西都會胖嗎 一定會 因為其實 腫熱量控管還是很重要 而且尤其是我們越晚睡的時候 身體像PYY這個激素 荷爾蒙的話如果下降 就會有一個大麻素的系統 就會激活起來 這個時候就會有一點 享樂性的進食 真的 就是其實如果說 太晚睡或睡不飽 會特別想吃東西 對 真的會 而且你不會選健康的食物吃 你會選擇像洋芋片 對 甚至叫外送麻辣湯 真的 真的就這樣 而且你就算不餓 你也會想要吃東西 所以其實我不孤單 這是正常的事對不對 正常 沒關係 朋友 我們正常 正常 何苦這樣 每次吃東西的都有罪惡感 朋友 正常就吃吧 你是衣架子 上次我去買一幅 明明這麼矮 他說你是衣架子 你是姚明 是啊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 不過其實失眠真的會影響很大 而且我覺得 其實有時失眠的時候 你會從一個人的外型 就看得出來 因為他的精神就很不好 然後各方面你就會覺得 好像精神也不激 事情也做不好 好臭 頭臭 要頭髮 早點睡著了 晚上睡不著 明天睡著了 就一直這樣延續下去 所以今天就要來 失眠的大挑戰 我們來考考大家 百人民調題 來看看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題目就是 請問一下 睡前哪些生活習慣 容易變成睡眠小偷 想想看有什麼 我 差點 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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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前我覺得喝一些就是 像剛剛說的 像什麼 咖啡飲的都會比較難睡 喝的飲料不對 一些 或者是 抗憤的 所以是咖啡 茶之類的 來看看有沒有 第二位 有 二十分很高 一定要的 咖啡那些我們OK 或者是那個茶我們知道 但是酒跟菸也不可以 這個大家可能沒有想到 咖啡 醃酒 這些刺激性的東西 正好就是睡覺前 非常非常NG的行為 我這些物質都會讓你睡得不好 咖啡不用講 我們都知道 一杯咖啡大概200毫克的咖啡因 有研究過 一個200毫克的咖啡因 就可以延長你入睡的時間 大概要40分鐘 當然我們都知道 醃不用講 因為你 骨釘對我們大腦 基本上就是一個刺激物 它一定干擾你的睡眠節慮 酒大家會覺得很疑惑 會 剛喝了酒不是很好睡覺嗎 我有一陣子睡前還喝紅酒 那個是前半夜 可是酒精的影響會 持續到後半夜 而且會讓你在後半夜 非常非常地淺眠 甚至把你的睡眠節慮 整個破壞掉 是因為過量的問題嗎 不用過量 因為你身體只要有一些酒精 或是它的代謝物 它就會影響你的睡眠節慮 大腦是深深受到這些物質影響 我到底要怎麼睡 對 其實我教大家三個簡單的數字 叫做 733 733什麼意思呢 你一天最好還是可以睡7個小時 7個小時 多跟少都會增加死亡 另外兩個3是這樣子 第一個3是說 睡眠前三個小時最好要深睡 要真的要好好的睡 持續下去 第三個就是說 在凌晨3點前 必須是好好的睡 睡著 怎麼說呢 我用一個簡單的圖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這個是我們整個晚上 睡眠深度的一個循環 我們的睡眠是有節慮的 大概每90分鐘過一個循環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折線圖 它曲線跑到越低 代表你的深度越高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如果拉一個 3小時的線 我們兩次睡眠節慮 都發生在前3個小時 而且那個時候 剛好是我們達到最深的 睡眠的時候 所以你睡得最深的時候 其實是剛睡的時候 第二個 如果說你在凌晨3點前 是好好睡的話 代表你前面睡得很好 因為我們在這種深睡的時候 很重要 人在深睡的時候 身體是處於一種 修復的狀態 分泌荷爾蒙的狀態 了解 我們回到那個比較淺的 在那個 所謂的REM 快速動眼睡眠的話 我們的記憶力會被鞏固 所以身跟潛都很重要 而且真的 其實後半夜就比較不好睡 因為後半夜就會開始 想要尿尿 然後想要尿尿很奇怪 你就會常常會一直做夢 就尿在床上 會在溫溫的時候 趕快起來 要不就是你就覺得 你早上起來的時間要到 或是第二天早起 你就會睡得很 不安穩 對 所以後面那個時候 就會越來越緊張 對 請下打 我看 謝謝 謝謝 蔡老師 你這年紀大 年紀親家 大家就說 臉會抖 對 你們覺得 還有什麼 睡前吃東西吧 睡前吃宵夜 我覺得 睡前吃宵夜 你會睡前吃宵夜嗎 不會 因為 我覺得睡不飽 是不是 睡不飽就會像你想吃東西 可是因為壓力大 就睡不飽 就會一直想吃 然後就會一直惡性循環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可怕的故事 我以前大概只有三十九腰而已 在日本 等一下 沒有人 三十九腰 怎麼會合理 我現在四十二 四十二 我以前在日本待團的時候 在荒郊野外的溫泉飯店 那天晚上飢餓 在塌塌屁那邊打滾 沒有東西可以吃 從那天開始 我就睡前要吃東西 我也是 因為我得了一個 有這種症候群 有睡前飢餓 其實把人更睡不飽 我也會這樣 對 醫學妹的名稱 這我自己發明的 我也會這樣 我覺得要吃惠 我要吃東西 後來我必須要床頭要放吃的 最強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血糖太低了 你血糖太低的時候 身體就會覺得說 那怎麼辦 我沒有血糖供應給我的大腦 大腦是重要的器官 它自己仰賴就是 Glucose血糖 對 這樣之後身體就覺得 我已經進入緊急的狀態了 我身體要處於這種 戰鬥的狀態 一旦戰鬥的時候 你就分泌出很多腎上腺的 這種荷爾蒙 就是Athrinolin 一些壓力荷爾蒙 所以身體屬於是那種 焦慮的這種狀態 可是吃宵夜 短時間戒不掉 要說從38 9 要變42 1 再也回不去了 好可怕 所以這個 你幹嘛怪宵夜 就是宵夜 我搞定就是宵夜 但是你吃錯吧 我吃到現在都每天 好像吃超多的 然後都吃到打飽哥 然後都吃了呼吸不了 我還是身材是不是這樣 你是俊男陪女 我是一個人孤獨地吃 你們會吃什麼宵夜 我好一點 我吃雞胸肉加燙青菜 那麼健康 那還好 雞胸肉很 那也會胖嗎 那不會胖吧 雞胸肉會胖 那算健康 他是健身在吃蛋白色 對 可是我們健康 那個是家庭環境好的關係 沒有 因為我前陣子在168 然後其實我8年以後 就不能吃了 但是我就真的很餓 然後我又覺得 我上班壓力已經很大 也沒辦法好好吃 為什麼我這時候不能吃 然後就邊看劇 然後吃了雞胸肉加燙青菜 那很節制 加了一個燙青菜 我沒有吃冷的菜 還有酒 還有酒 來看看睡前吃宵夜有沒有 有 這個一定很多人 很多都有這種睡前吃宵夜 睡前吃宵夜 就如果真的想吃 雞胸肉加燙青菜 OK嗎 可以嗎 其實沒有不行 但是它選的已經是比較健康的 對 可是你睡覺前最好兩 三個小時 盡量不要吃東西 是因為你身體要休息了 然後你有把東西放到胃裡面 是不是就會導致身體還在運作 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老師 如果是說 晚上吃了 你就故意在三個小時不要睡覺 可以嗎 在睡覺之後 這樣我覺得也沒有很好 如果你隔天早上有工作 你硬撐著三個小時睡覺 這樣反而會隔天早上精神不好 如果隔天沒有工作 我可以睡到七個小時可以 要記住張醫師說的733 733 會比較好一點 我比較建議就是睡覺前 真的很餓受不了的話 吃一點就是 其實還滿不錯 可是會越吃越餓 真的嗎 對 後來大會吧 而且吃飽味 你吃得太健飽了 你吃一下牛肉麵那些就沒事 加一點點水果 增加一點咀嚼感 你會比較有飽足感 對 而且就是 有時候喝牛奶 你也不要喝一大杯 喝一大杯為什麼 晚上可能會容易像 起來上廁所 對 而且尤其男生要小心一點 就像詹老師 他可能晚上的時候一直頻尿 你只有他 只有他 色無險也不太好 對 或者是有一點 膀胱窩力 膀胱 這樣尿著這個狀態 尿不乾淨 報告我的168也失敗了 我後來發現什麼失敗 你知道嗎 我做了三個月168 我是從12點中午吃到8點 那時候很正常對不對 OK 問題是我9點入睡 很好 那我睡眠跟我吃完 只差1小時 沒有差3小時 他們講話你們有沒有在聽 可是睡眠 如果睡飽了 其實也是真的會幫助 我太早睡了 太早睡了 所以我應酬交際6點吃到8點 不能再吃了 後來回去9點睡覺 9點真的太早 太早了 老人生活 然後早上5點起來 那還要等你往後睡一點點 對 還要等 沒有 你前一天跟我講說 你11點睡覺 他跑去就完了嗎 真的 所以這些就是睡前吃下 還是要注意一點點牛奶 對 因為牛奶的色胺酸 是一個幫助我們的透黑激素 合成的會更多一點 或是無糖 優格加水果 其實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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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能夠認真一點好不好 能夠認真一點好不好 這真的有問題 破腳 我有暗 我覺得就是如果睡前 使用一些三星用品 三星產品 像我手機 電腦那些 我覺得會造成 可是其實大家現在睡覺前 其實就是想說滑一下手機 滑一滑想睡就睡了 對 但是聽說這個 好像是滿不好的行為 那算我也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看東西會 就看越露名 就說來繼續這樣 看YT 尤其是延續劇 美劇 你一集一集繼續下去 你們是快樂地看三星 我是屬於悲情的 為什麼 我睡前看三星是看刑事曆 然後交代我助理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也報 家人報平安 除此之外 報平安 我還要 好慘 妳好忙 妳晚上怎麼會 妳真的 妳 妳瘋了 妳 我是跟妳拚死 我跟妳做的事情 妳稍微探討一下 然後把我封鎖 這樣子 難怪妳會知道 妳睡覺 其實好激動 半夜 半夜喝了水 又再來看 再來 妳是真的 我是怎麼中 中間 中間 後來把 後來把手機 後來把手機 對我靠近 這樣 而且那個情緒會受影響 真的 很影響 按完之後還不相信 輸血壓上升 再量血壓 150 張老師 你不講沒事 你講我 我好想去妳那裡酸民 沒有 我好想去妳那裡當妳的酸民 不過我的酸民都被我感動了 他們說 謝謝妳回覆我 謝謝這樣子 好 來看看 你們深夜使用3C有沒有 沒有 有 有 很多人都有這個習慣 要出去 現在真的就是手機都不離手 對 所以變成說 真的要到睡覺前那樣 掉下去 才真的睡著 這個3C真的是影響我們生活很大 有一次我們在看這個3C螢幕的時候 其實會有藍光 對 藍光其實會就是 它這個就是光線 光線會進到我們的視網膜 視網膜就會有這個訊息 傳到我們的大腦 我們大腦裡面有一個地方叫 鬆果體 鬆果體它會產生一個基礎叫 這可能大家可能 大部分可能都有聽過 對 對 退黑基礎 幫助睡覺 幫助睡覺 它是用來就是說 induce 就是說 讓你進入睡意 而且讓你可以深層的睡覺 所以如果說 你一直在看3C 然後有這個藍光 就是進到你的視網膜 它就會打斷你這個鬆果體 去分泌退黑基礎的作用 你的退黑基礎就不分泌了 因為鬆果體就會說 現在是白天不是晚上 因為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應該有光線刺激 了解 所以鬆果體就會說 那我就不分泌退黑基礎 這樣你睡意就減少了 所以說這個3C真的是 也是影響我們 開始了 而且有時候在看的時候 你可能會感到很焦慮 如果說什麼酸民攻擊 或是什麼 或是什麼 萬劍穿心 對 我的心很玻璃 你知道嗎 那就更不好 比叔叔還玻璃 那更不好入睡 對 所以就是 如果你又是剛好看到一些 會比較讓你動腦的文章的話 你就會一直想 有沒有 聽不住 那宜容醫師 現在有那種抗藍光的保護貼 那個是有幫助的嗎 對 至少保護貼 或者是我們像眼鏡的鏡片有沒有 它有時候說是 它會是抗藍光的時候比較貴 至少它是可以過濾到一些 光線這樣子 了解 而且是保護你的視網網 我以為心理作用 我的手機上面寫抗藍光 什麼 什麼 聽起來 好帥 快 你在搞什麼鬼 你看 你看 你被罵是應該的 真的 真的 要正經一點 知道是誰按道 我 我 厲害 因為我想說 這是好時機 洗完熱水澡馬上睡覺 好可怕 因為你洗完熱熱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很好睡 然後你就會 不想睡了 因為我們也是很想睡的時候 我想洗個澡來睡 然後洗完澡以後覺得不想睡 來看看 洗完熱水澡馬上睡覺 來看看有沒有 這題其實跟大家以前的想法都不一樣 以前都想說 洗完然後就直接上床睡覺很舒服 對 可是說不知好像真的有時候 會精神更亢奮對不對 洗完不要直接睡覺 就是說睡覺前洗個熱水澡 可以增加血液循環 可是千萬要跟睡覺隔兩個小時以上 兩個小時 讓你的身體有時間去 有點像是去冷卻 就是說去冷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的體溫太高 會影響我們入睡 所以老師說 洗完澡所以要做一些 就是說你可以去休息一下 讓你的身體降溫 要開電視 對 預查你想說什麼 他做瑜伽 他的意思是說 運動後睡覺也會睡 這是一樣的道理 真的 運動完我們的體溫也是高 教會會呼吸或呼吸 所以說如果說你希望 睡前好好睡 然後你 那就睡覺好好睡 那你的運動時間 隔兩到三個小時 不管是泡熱水澡或是運動 都讓你的身體有一些時間去冷卻 對 或者是運動完比較激烈的話 你可能就走 就是有氧 稍微走一點路 才緩和一下身體的溫度 可以 對不起 其實大家現在都想 想歪了 沒有 對 我們都沒問題 你們不要想到那種運動 不是 刀球 不是 什麼之類的 我們以前眷村晚上 大概十點半 都有伯伯跑出來抽個菸這樣子 對 對 不過大家跑出來 好了嗎 好了 這什麼意思 就算他整排都跑出來 沒有 很好 同一時間 這是我們正常的運動員 必須要再睡前兩個小時 盡量不要睡覺前 做太激烈的運動是這樣的 就是要緩和一點點 然後你要做完運動之後 你要做一點 就是肌肉放鬆的 收操的動作 那我8點吃完晚餐 餐後不能運動 9點不能運動 然後我11點先睡覺 11點到8點 也不能做那個運動 那就 那怎麼辦 譬如妳做太太以後要求 餐後不要 不要 你小父親不要 不要不要 把他拖出去 他認識 那我來 我跟妳 我跟妳 你很騷 那個老公 好想 餐後不要 胃下垂 老公 現在睡前可以了吧 睡前會影響睡眠不要 半夜也不要 起來也不要 偷偷都不要 酸民 幹嘛 酸民 他在拿出去 我覺得再問下去 大家會太開心 對 所以其實像這種東西的話 喜歡熱水澡 馬上睡其實也是要小心一點 然後運動也是就對了 好 很好 音響答 可惡 YES 好溫喔 妳好棒 我也是 對不起 我發現他很會暗名 我覺得這個妳有問 妳剛剛在那裡 有嚇死做過 我沒有 我知道 妳知道 就是我會做的事 就是睡覺前排隔天行程 對 壓力很大 我常常看 可是睡覺前排隔天行程 很容易 不是 可是因為妳想東西 會複雜 尤其妳隔天跟男生約會的時候 妳想說這個男生出去 會不會幫我付錢 他會花我的錢 他會問我什麼目的 他會問我 他到底是愛我 還要不愛我出去 他 這個是妳要騙財還騙生 妳要講清楚 是要講清楚 所以我說妳要 愛我下半身 要下半身 有時候妳 他不付錢 有個旅館錢都要省下來 那妳可能要再想說 要去哪裡 妳計劃下來都是跟著人走的 我都會讓妳更煩 像我昨天 我昨天為了一個通告 妳知道嗎 他說不能穿藍色或深色的 這個通告 這個節目 看我整夜失眠 是我們這個節目嗎 對 對 我們不能穿藍色跟深色的 因為這牌子是藍色 妳沒差 因為我只有來 妳直接不來都沒關係 我吃飯 我一個禮拜去這邊給通告而已 妳不要這樣子來 家儀妳會想睡前想什麼東西 我的會議真的很多 所以我都會安排幾點幾點 不要打到 然後誰誰誰 計劃沒有做好 我真的是正常 妳都怎麼辦 妳真的很正常 其實我睡覺前也會想事情 可是我都在想說 我明天吃的行程要什麼 我一大早會先去吃肉桂捲 吃完肉桂捲 要去吃油餅 排得好好的 熱量 不是熱量 那個最近 對不起 我太生物了 不好意思 我太生物了 氣沈車錢 氣沈車錢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腦筋裡面想這些事情 把它寫下來 這個儀式有點像是 把你腦筋的東西拿出去 拿到紙上去 放旁邊 寫出來就有用了 把它寫下來 你看他們就很務實 他們很行動派對不對 好 來看看 一直規劃明天的行程 有沒有 有 好強 30分 我想問一下 就是像剛剛醫師講的 把明天規劃的東西寫下來 是有幫忙的對不對 當然是比較好 睡前 一個小時之前 你就要開始放鬆了 所以你把事情 就是往前提這樣子 不然你一直睡覺的時候 想明天要幹嘛幹嘛 那時候會造成很 就是焦燭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睡覺一定要 關燈全黑 全黑 對 很重要 你全黑的話 你就是睡眠品質會提升很高 可是有一點窗簾旁邊的門 那個縫 透光出來 都會影響到睡眠 全黑會有鬼 對 你看我 我在我住外面飯店的時候 我真的不敢 我只一睡著 我就會驚醒 我很怕有東西跑出來 你知道嗎 不過這個要全亮 然後電視要給我打開 沒有在心 鬼比較怕你 沒有 我在玩 我很怕鬼 我真的超怕的 我要戴符咒 我知道你去飯店不能 我要找戴符咒 你知道嗎 我錯了 我錯了 你去飯店絕對不能開電視 可以開電視 你要有聲音 他會關掉 他真的會關掉 他真的不能開電視 真的不能開電視 真的不能開電視 這個不知道形狀會滑掉 我的天下 而且更可憐 而且睡飯店 我在外面一定要有人 跟我一起睡飯店 我不敢 要有人跟他睡 不然我不要全光看 你要說哪裡 什麼樣子出來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還OK 還安全 老師陪你兒子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你只有看我的臉色有沒有鬼 因為看 我無法接著 你把我開張符咧我 我抓著我就怕 因為看你的背影就像鬼 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知道 你一定要幫忙我 我來詮釋一下 好 因為 鬼在暗的地方才會現行 對 你把燈打開 不是他不在 是他無法現行 有時候我連看那個 窗簾 我都覺得有個人站在那邊 他還是在 所以與其他在 我請願燈打開 大家看不見 互相幫忙 大家的 譬如說你把燈打開 他就不在 他還在 只是他在那邊做鬼臉 你看不到而已 老笑嗎 對 還有頭髮燙好一點 這樣背面很像鬼 知道嗎 超美麗嗎 我跟妳 她的正面像天使 背後像鬼 超美麗 我才怕鬼 可是如果說真的 沒有辦法全黑的話 小夜燈那些有 我覺得也可以 或是戴個眼罩也OK 因為其實像我也很怕鬼 太恐怖 戴眼罩 看這種男群太 你打開或是在上面 你OK 老師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聽說就是完全黑 鬼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鬼 等一下 你這樣問老師問題 你的說法是正確的 這個世界換了 換了 這是個音學節目 不是一個玄學節目 也不是命學節目 你們怎麼搞的 有什麼問題 你說 是嗎 我是副主持人 你說 是嗎 你太好笑了 你聞的生肖是 很好笑 牛 是屬牛是不是 對 牛的話本身跟指示老鼠是三會 這個名字非常好 老師 謝謝 他現在在問他你 趕著性命學的節目 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怎麼那麼可愛 好 所以現在五題大家都答對了 而且答得很不錯 有沒有 從我們的健康的角度 然後一直談到我們的學學 跟命理學 真的太棒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一般的民眾對於睡前壞習慣的 了解有多少 來看我們的VCR 請問睡前哪些生活習慣 容易變成睡眠小偷 我覺得就是在睡覺之前 還在想著明天的事情 因為像我自己要睡前也都會想著 明天的工作進度等等 所以後來就會導致失眠 應該是用3C吧 喝太多咖啡和酒可能會影響睡眠 應該是 吃宵夜吧 我也覺得是 吃宵夜 就是因為睡前吃太多東西 會容易造成 腹部不適 然後會睡不著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我自己就是 很容易跟別人聊天 聊著聊著就忘記睡覺 我覺得是吃宵夜 因為吃太飽容易睡不著 我覺得是用 因為手機很多欄觀 然後我每次用都睡不著 我覺得如果 睡前洗澡的話 就是很容易讓我精神百倍 就是讓我不太容易睡著 對 我個人覺得是喝 像 這種刺激性的食物 就是喝完之後整個人 就會比較High 就睡不著了 聽說睡前梳一下頭會比較好睡 是真的嗎 我們的民眾問得好專業 比我們問得專業多了 是 就是睡前梳一下頭 真的可以比較好睡嗎 對 其實梳頭就像是按摩 你選的梳子最好是乾淨的 然後它的頓端不要太尖 你不要傷到頭皮 就是等於也是按摩的意思 它也是一種按摩 對 就是睡前這樣子幫助一下就 譬如說我們剛剛聊了那麼多 如果真的要從飲食下手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補充 我們的營養素 讓我們可以一夜好累 其實幫助睡眠的營養素還滿多 像維生素B群 就可以穩定我們的神經 這B群不是讓精神好 沒有 其實不會 就是你缺乏的時候 其實也會睡不好 對 它可以穩定舒緩 我們的一個神經的 對 所以B群的話 可能來源像 有一些營養素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色胺酸或嘎巴 色胺酸這個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人體必須的營養素 意思是說人體不會自己合成 只能從食物裡面吃進來 可能食物的來源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或者是一些火雞肉片或豆製品 海鮮其實也都有色胺酸 對 因為色胺酸會變成血清素 然後就會變成脫黑激素 那就可以幫助睡眠 然後另外一個我剛剛有提到 GABA GABA這個成分的話 它其實也是可以促進我們的 一個腹膠感神經的一個 比較活絡 腹膠感神經活絡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讓我們 也是舒緩神經放鬆的狀態下 你如果今天真的GABA有缺乏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焦慮 緊張 所以可以從飲食 像補充GABA的話 可能像 或者是一些 這種肉類的話 其實都含有GABA 像這個是平常 就是日常的時候就可以補充 還是到睡前再補充 其實建議還是日常補充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些色胺酸 你要真的要變成脫黑激素 它要經過一個很長的代謝過程 那你睡覺前馬上吃 其實效果還沒有出來 了解 要給它一點時間就對了 剛剛其實大家都有失眠的狀況 大家有沒有做過什麼方法 就讓自己比較好入眠的有沒有 我是就是說 在那之前我會去運動 運動 對 運動 讓自己累到就是說 已經沒有力了 後來就是 後來就洗個澡之後 其實就是看一下電視 就慢慢地入睡了 可是今天也知道 其實運動也不一定 就是要選好時間 就可能是跑步 打籃球之類 那你會讓你自己的體力跟肌肉 就是覺得很放鬆 對 洗個澡就像老師講 就是像老師講說 過一個小時後 就是看個電視他就慢慢全部睡 很好 家儀呢 剛才我就講了 我是很難睡的人 而且很容易操心跟焦慮 因為睡前前一天都在排行程 所以睡覺的時候也會想說 我是不是哪裡 又沒排好 所以就睡一睡醒醒 然後日夜顛倒非常嚴重 然後就一直都有失眠的問題 而且睡著了 剛剛說也會淺眠 像今天上節目就會做噩夢 然後早上起來就會覺得睡不飽 可是剛才節目就講了 其實睡不飽會造成的是 所以有一陣子我其實做了168 但是還是受不了 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 沒有睡飽的原因 然後另外就是隔天早上要露營 或者是直接要開會 那個氣色就很差 所以我就決定用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找了一個 天后歌手也吃的健康產品 叫做這個 這個我看過 這個好厲害 而且它有多方便 它就是這樣用定狀的方式 然後其實它裡面的成分 就是剛才營養師有提到 就是主要是 色安酸還有GABA 色安酸跟GABA 就是要穩定你的情緒 如果你在睡前太亢奮 其實就會很容易睡不著 所以我覺得放鬆身心 然後就可以比較容易入睡 另外它還有 因為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代謝是一個還不錯的時間 220種 對 然後它氨基酸濃度達到了200% 然後身體在睡眠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還不錯 啟動代謝的時候 而且有達到兩倍 另外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裡面來添加獲得 世界品質獎肯定的 立體所有專利配方 可以讓你減少飢餓感 而且加長一整天的新陳代謝 也比較不會嘴長 而且最方便的是 睡前只要兩顆就可以搞定了 我好需要 就我覺得滿方便 我自己是用這種方式 真的不錯 而且其實這個 我覺得最簡單 很方便 對於我們這種懶人而言 真的 就是你吃的時候又有罪惡感 但是老實說 你又不想運動 有時候請這些東西幫幫忙 你真的 是 可能補足一些營養素吧 對 新陳代謝 好方法 很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來 看看你的分數怎麼樣 拜託讓我對視65分 對 別跟我做對視35分 很好 可是我們是 我們35分 你們35分 可以放一顆球 新一球 沒關係 還是有機會 可以得到我們金美球 好 一顆 他剛剛在做法 做法 他剛剛在做法 而且我跟你說 他每次來球的客戶都很少 不好說 可是他都有戳到 不好說 真的都有戳到 不好說 不好說 我們是全放是不是 三顆了 好 三顆幸運球 離金美禮品 越來越近了 好 剛剛這是第一單元 緊接著進到 第二單元就是我們的 除了要搶很快之外 還要答對 因為答錯的話 就是對方得分 又得分 所以題目要看清楚 沒有問題 來看看第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請問一下 臥室的牆壁 如果是藍色的 比較可以幫助入眠 Yes or No 請搶答 漂亮 快 這個很簡單 一般的臥室很少的用藍色的 那麼你用藍色一定是不適合人 對 應該是不適合 所以我只能說 這節目是國際化的 I am say no 什麼 I am say no 好像怪怪怎麼兩個動詞 沒有關係 I say no 我只知道你來節目 不要穿藍色的 OK 對 I say no 所以你們答案是 No 有沒有答對呢 我 是對 是對的 都說你了 你還給我摔鬧 對 罵是應該的 所以藍色的牆壁是可以 幫助入眠 這樣說起來 對 其實是沒有錯的 他們其實在英國有做過研究 英國有一個旅遊網站 他們有調查過 2000個家庭 然後就是說 如果他們家的 不論是牆壁 就是說它的色系 臥房裡面的色系 是藍色的話 的確就是說這些人 這些家庭他們睡眠的 平均小時的數字 的確是差不多有七 八個小時 的確是比較好的 而且因為藍色 它就是進到我們這個光線 藍色光線進到我們視網膜 視網膜後面就是 的神經系統 它對藍色的確是 比較敏感 而且它會導致後面一連串的 神經的反應 會去調節到我們的日夜節奏 對 所以顏色的確是 我們會造成生理反應 像大家想到紅色 橘色 是不是覺得很熱或是很旺 精神來了 很暴躁的 對 可是你睡覺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藍色 而且藍色的確是可以 降心率 讓你比較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穩定 很安穩的眼睛 色系 其實色系也是一種波 對 因為它 光譜 每個顏色 那個都是有波長 反射回來 所以波長其實是 進到我們的眼睛 就會造成不同的神經的反應 很有趣 藍色的 很好 恭喜你們得分 太鳥了 謝謝 太鳥了 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 白天小孩特別好動 可能是前一晚睡得比較好 Yes 王道請講答案 來 不是 我們答的是什麼 白天小孩特別好動 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睡得比較好 我覺得不是 不是 我覺得不是很難 完全沒有關係 有可能知道有那種 不是 應該講說原因很多 糖分的東西 原因很多 不一定這個 這現景題 現景題 我覺得不是 妳說那麼對不對 我支持妳 好 所以妳的答案是 應該不是 No 有沒有答對呢 就跟我來打就對了 妳不要再插嘴了 我來打 跟我打 怎麼一樣是 這是有關聯的嗎 對 小飄如果真的比較好動 本來就是白天需要房電 可是並不代表他可能睡覺 睡得是好的 對 因為可能大人跟小孩 呈現的方式有一點不一樣 大人可能就是會很疲憊 想睡覺 可是小孩會用好動來支撐他 對 所以當真的有比較好動 或過動的狀況 可能還是要帶去給小兒科醫生 看一下他是不是有這樣的 過動的現象 而且其實有時候小兒子 應該等於小兒子哭哭 哭半天 你想說他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他就是還要哭 他想睡覺 對 我還聽過一個更 我肚子餓 我還聽過一個更美的說法 什麼 他就說小朋友為什麼睡覺前 會想要哭 睡覺小朋友的世界裡頭 他不知道第二天他會醒來 他以為他眼睛閉上 就看不到你這個媽媽了 有沒有很感人 很感人 對 直接騙媽媽的把術就對了 好 那你就哭吧 真的 因為對他眼睛 就像人家說小狗為什麼會 主人出門他會特別 所以他會覺得主人 你沒有要回來 對小朋友 他就是覺得睡著了 是不是要睡著了 睡著了是不是 我就看不到媽媽了這樣 好感人 好感人 很穩的 都是騙數 好 沒關係 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 睡醒後還記得自己的夢 就有可能是睡不好嗎 Yes or No 請假的 18道戲 來 關於夢的 這個是有點輪迴的東西 我對夢 這個應該是有點 前世紀的東西 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跟睡不好 沒什麼關係 老師 如果你猜錯的話 就很弱了 因為 只猜錯就他們的分 就可能是 當然是睡不好 真的嗎 是嗎 因為睡覺是 你要相信他嗎 渾腸於眼 破腸於肝 睡眠是一種 養身的一種動作 你既然還記得睡眠的一切 那都是代表你睡覺 過度清醒 所以 所以表示睡不好 當然是Yes 別擔心 是Yes 是 是Yes嗎 好 所以他們答案是 Yes 有沒有答對 恭喜 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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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是3點 你們兩個 他們到底合平衡久了 又容易是 剛剛在 那個 張文仲大哥說的是對的嗎 就是關於這個 淺眠沒有睡很深的這個夢 對 沒有錯 是沒有錯 因為就是說 我們的睡眠結構裡面 一天晚上就是 這整個睡覺的話 你大概會做到 六到七個夢 那有些記得 有些不記得 那通常我們記得 都是最後面那一個 對 對 可是如果你的睡眠結構 不是很好的話 然後就是你會記得你的夢 那代表就你的睡眠品質 不是很穩定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都會做夢 只是說記不記得的話 就是決定就是說你的品質好不好 對 對 有些人可能會做成鮮明的夢 或者是比較驚恐 驚嚇的 的那種夢有沒有 那個可能是他白天 可能看什麼影片 或是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或是他或許記憶裡面 有一些創傷 他沒有去做一些修復 然後那些記憶 那些創傷還是會記得 可能有時候會出現在夢裡 或是他的一些現實中 發生一些事情 對 所以的確就是 這個是 如果你記得你的夢 的確要把你睡眠品質不好 那我想問一看 常常我們會做夢夢到那種 從很高的地方掉下來 樓梯 對 或者是譬如說 從天空這樣掉下來 那個跟我們 就是平常生活會受到影響 然後讓我們做這個夢 我覺得這時候 這個就是科學跟玄學之間的架結 謝謝 給我機會 或者是 真的 有時候真的是你現實中 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些就是玄學 對 這是我的經驗值 為什麼會有夢遊 夢遊 有些人床旁邊先放鏡子 人睡到的時候 靈魂是會露身 做某種程度的脫節的 一進到鏡子裡面卻回不來 就產生我們做的夢遊或惡夢 所以鏡子不要造床 是有它的作用在 難怪小時候媽都說 房間不要這樣鏡子 因為我是都在美國長大 所以我媽每次講這種就是 我都覺得 講了什麼 無稽之毯 對 為什麼不能放鏡子 因為美國很多的櫥櫃 櫥櫃都是鏡子 美國的衣櫥旁邊 就是鏡子 她把我貼起來 就是鏡子 所以一天到晚就進照床 所以睡眠會比較 問題比較大 睡覺有沒有說 哪個床位睡會比較好 基本上 對 中國人說以前的窗的密合度不好 會有風吹草動或風灌進來 太陽直射 你睡的床頭有窗子 都對感冒傷風 你的睡的腳是向著門 你有莫名的不安全感 對 怎麼你還是會覺得 就是怕人家突然開門進來 其實我覺得很多風水 或者是玄學的東西 跟你自己生理其實是有點關係 是的 謝謝詹大師 謝謝 很好 然後恭喜你們答對了 謝謝 好的 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 請問一下 即使睡不著 閉上眼睛躺在床上休息 也是OK的 Yes or No 請假拿 有了 謝謝 妳好多了 有了 妳感覺是個陷阱題 好難 對 對 是嗎 是 確定 我覺得 因為妳閉上眼睛 妳還是閉目養生 妳還是會 等一下 這樣妳眼神的話 很丟臉 對 這樣妳眼神的話一定很丟臉 閉上眼睛躺在床上 這是沒睡著嗎 沒睡著閉上眼睛的話 錯 為什麼 錯 好可怕 在妳的心靈上跟妳的靈魂上面 還是在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倒不如趕快起來 所以說妳根本就沒有在修復 妳要真正入睡眠才叫修復 所以妳 所以沒有 妳睡不著妳是閉上眼睛 那什麼叫閉目養生 那只是表面上的 那是下午的休息片刻 錯 所以妳們答案是 有沒有答對呢 這錯 這一題其實有點吊軌 其實是不是 躺著休息只能下午 但不能睡前 我記得我好像聽過這個說法 是這樣嗎 張醫師 那個叫打頓 妳在打頓的時候 身體也得不到休息的 就算有得到休息 也只有一點點這樣子 對 尤其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妳如果真的失眠 不如就趕快起來 不如趕快起來 累積一些睡意 或是做一些事情 讓妳想睡覺 對 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其實很奇怪 妳有時候躺上床想說 對 那個壓力更大 對 就是亞歷山大 對 就反而是這樣子 亞歷山大 對 亞歷山大 YES 再聽一次還是覺得冷 好 我們來看看大家 不錯 平手 拜託讓我對答對兩題 別給我做對答對兩題 YES 平手 你們可以放四顆幸運球 是 禮精美禮品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了 機會越 三顆吧 三顆 你給我指定一下 我還把粉色拿出來看 我真的可以說太遇見了 沒有 別再講 我好 會被它破功 來 我們是江湖 我們兩個不能放很明顯 很明顯 藍什麼顏色 紅色 什麼顏色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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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說了就破功 那怎麼倒數 他一直把我講破 是不是真的說了就破功 對 還是就是心魔 勝不交敗不內 他把我的驕傲 整個給叫出來了 酸民對付他 酸民快點 你 我不看了 不過其實今天我們就有發現 其實睡不好不只影響到個人的健康 然後情緒 還會讓我們在工作表現方面 或是人際關係方面 或是生活各方面會造成困擾 所以 然後把這些小偷趕走 這樣子我們人生才可以走得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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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